香港的人口急劇老化 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 在2031年,香港老年人口的比例 會由現在的11%高到24% 即是每四個香港人當中 就有一位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在人口老化的同時 狐老者的人數亦都急劇上升 在2000年,一個政府的非正式統計數字顯示 有超過14萬8千人正在擔任狐老者的工作 72歲的關伯患有嚴重關節炎 平日由她太太、70歲的葉婆婆 照顧她的起居飲食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她們會發生甚麼事 她的溫度不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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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剛才試試吃 吃飯了 吃吧 快點吃吧 我的腳很痛 你看怎樣 哪一股痛 走不痛時不痛 一半才來痛 是,你很煩啊 為何這麼多時間 要不要去找 不用了 麻煩了 你靜靜麻煩 厲害 好冷 喂 好痛啊 沒事啊 很痛啊 沒事啊 好痛啊 很痛啊 怎樣啊 拆液都沒有 給油擦一下 拆液都沒有 給藥膏做一下 藥膏都不行了 這樣就怎樣啊 我打電話 嗯 我打電話 不要吵了 好 你睡近一點 好 為何掉到你落地 好 不要吵了 不要吵 我打電話 好 嗯 是呀 用了風之後 人的行動不變 手腳不太靈活 說話 說話方面呢 就說不到 還有呢 她不能自己幫自己 需要我照顧她 我媽媽呢 是老人痴癌 但我就要照顧她 當時我是很猛症 因為我還不知道 她發生了這件事 很多事和我都 想像的事不同 我又不知道 情形是這樣的 大家都會有 言語上 情緒上 都有 不妥當的時候 什麼時候